今天很開心來到譚敏森 副科醫生請教他關於一些女士病的問題 譚敏森 你好 譚敏森 其實我聽過一些女士考慮她生個BB 會有機會有尿心的問題 我想問尿心是否生個BB的女士才會有呢 是的 其實尿心都有很多原因 亦都可能牽涉不同年紀的女士 但是如果生個BB的話或者年紀大一點 是比較常見一點 可能大機會有尿心的情況 其實尿心是否有些肌肉鬆了 所以才是這樣呢 是的 女性來說 盆腔的器官 子宮卵巢 糖肝 其實都是由盆底肌肉去承托 年紀大了或者生育過的女士 盆底肌肉都有機會鬆弛了 鬆弛了 膀胱的門口都會生不住 這樣的話就會有腎尿的情況 那關不關事 就是說我多生幾個BB 或者順產就會越來越鬆 關不關事的 其實是有這樣的關係的 越生得多 對盆底肌肉是越... 拉得闊了 是的 這樣就會越容易有 而且生得如果BB的重量越大 是的 大一點 更加大一點機會會有 那開刀呢 會不會沒事呢 開刀呢 其實有些研究發現 原來不只是順產的女士 會有大一點機會療肅 其實是懷孕過 就算是開刀生BB 其實也會對盆底肌肉有損害 所以其實也是會有機會有療肅的 OK 但是譬如療肅呢 其實我們是 那個... 食藥丫病做手術 還是怎樣 可以令到它回復 會控制得更好 是的 首先呢 我們會建議病人 有些生活習慣的改善 例如不要拿那麼多重的東西 是的 不要拿那麼多重的東西 也有關係嗎 是的 因為如果重的東西太多的話 會壓到盆底肌肉 都會比較容易有療肅 是的 如果看重比較重的女士 要減肥 是的 還有盡量不要一些太過負重 或者是對盆底肌肉壓力大的動作 例如很大力地弄一些大便 或者是蹲 那些的 是的 所以那些都可以改善的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去做一個叫盆底肌肉的運動 其實都是強化盆底肌肉 這樣到尿腎是有改善的 如果真的這些方法都不行的話 就可能需要做手術了 做手術 那我想說做手術那些是屬於小手術 就是大型手術 要住幾天醫院的那些 是的 其實現在的手術都改良了很多 以前就要開肚子 那現在有些手術 這個就叫做網帶的手術 其實就是 你看到那條網帶其實都很細條 那它就會經過陰道那裡 就放在尿道的下面 那當有壓力 咳 拿重東西 或是跑去跳的時候 它就會托著它 就好像關上門口那樣 就可以預防到流尿 成效都很好 那但是它就不放進去 不會掉出來的 不會的 也不會排斥 可以說是一個小手術 是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譬如有時候我們看電視廣告 有些老人家說尿心 可能要用尿片 那些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用這些 或者用某些手術 就令到它們處理到 因為有時候都挺不方便的 嗯 是啊 如果是醫生診斷過 是一個叫做壓力性的失禁 就是剛才所說 做一些動作啊 咳啊 跑跳啊 的失禁的時候 其實這個帶就會很幫助到 是的 那就是它的小手術 也可以幫助到那個尿心的問題 是 就而可不可以說叫做一勞永逸呢 就是會不會說 就是幾年後我又要檢查一下 那些小手術的 是 暫時來說 它的成效都很好 是 超過五年以上 其實都有九成的 都不會滲尿的 是的 所以其實都很少 就是說又要再做個手術的 通常一次都可以幫到大部分的情況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說了尿心的問題 下一次我們又再說一下 我也聽過一些朋友 譚宜先生說那個子宮下垂 好嗎 那我們在下一集又介紹一下這件事 謝謝譚宜先生 謝謝